好 再来看这个画面上面是这个台北市某高中的热舞社学生 去年五月底他们举办成果发表会 五个高一小女生在台上性感热舞 影片被观众这个拍下来po网之后 一年来点阅人次破百万还红到日本去 不过是日本的情色网站把他们的影片截图拿来当宣传 让女学生身心好受伤哦 不过也有台湾网友看完之后 大赞他们的舞真的跳得很不错 穿着黑色热裤还有性感小可爱脚踩吉西马学 这些超辣妹们在舞台上扭腰百分性感指数大破表 不管是M字腿还是绣店团女孩们武力全开 浪静十足甚至还贴敌热舞看起来都极像专业舞者 不过他们其实都是台北市某高中热舞社的高中生 高一小女生去年五月成果展表演了一支Jazz舞蹈 因为跳得太好被台下观众拍下来投上网 影片一路红走日本短短一年就破了126万超高点阅率 就连日本成人网站也都把学生的影片截图连结 拿来当作色情的宣传照片 影片被截图拿来和A片艳星放在一起 让五个小女生心灵好受伤 甚至还后悔跳出这种舞步 而校方也坦言虽然不太恰当 不过在现阶段各大高中热舞社的Jazz舞 其实都是这样跳的 尽管有网友留言 如果自家小孩大跳热舞应该会关到 不过还是有不少网友认为 小女生有这种表现真的很不错 跳得还不错啊 还不错 不会太性感 可是被拿去用一点过分 虎风本来就很多钟嘛 对 那你觉得他们跳得好吗 还不错啊 蛮好的 高中生社团活动为了课外发展兴趣 没想到意外和色情网站取得一块 恐怕都是学生和家长 赤料未及的 我们追选成算长此外被解放了